虽然我们台湾疫情趋缓 但是好多学校防疫不松懈 还是用远端教学上课 而高熟的文藻大学 就是用学后来做区别的 开学第一周是由单数学后实体上课 其他人继续远端教学 那第二周就换了 由双数号学生到校上课 单数号学生远端教学 以此类推 那学生说尽管是有些不方便 不过为了遵守防疫 还是要这样做 学生在教室里上课 开始实施分组作业 但整个班级不是每个人 都能实体上课 而是分成实体和线上两组 老师一边顾教室里的学生 也要顾及线上的同学 坦诚教学数十年 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 确实有一点点时间上耗费多一点 不过久了之后 我想他们会慢慢习惯这样的方式 台湾时是二级警戒 给不少学校延续远端教学 但在高雄文棗外语大学 依学生的学号用机偶数分开 实施单双周上课 错开来实体上课 麻烦归麻烦 但是这还是为了我们 为了台湾 还是要有固定的防疫距离在 校方表示 如果该课堂教室评数够大 师生们也可以申请全面实体上课 不过如此一来 学生可能会面临上一堂是实体课 下一堂只能在学校找地方 远端上课的窘境 校方表示为了兼顾学生的受教权 以及防疫规定 只能实施权益之计 现在只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上课模式可以别搞得这么复杂 华世新闻採访局闻南高重报道